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怎么出现群慕这种新闻了 您别着急 小编一个一个给您解释 奇妙的时光这个综艺节目 是最近才开拍的一个综艺节目 节目方式类似于中餐厅 这么一说大家大概就知道节目运营模式是什么样子了吧 基本就是明星们团结合作 开一家明星自己的餐厅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但是菜式和菜品也都不是特别固定的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普遍都比较快 更多的人开始戏化这种慢节奏的综艺 一帮关系好的朋友慢悠悠的作态聊天 其实感觉也是很不错的 而这个奇妙的时光为什么又被受关注呢 这就要从前段时间爆火的偶像练习生说起了 这一次奇妙的时光席中的嘉宾阵容就有9%少年团的队员 据说范城城和朱正廷将会作为MC出现在节目中 就是这么一个几乎是被受关注的综艺节目 怎么会扑出群谋这种丑闻 小编本来也是不相信的 因为将会在爱奇艺上播出 毕竟爱奇艺平台加大也大 不说别的 小编自己就很喜欢爱奇艺的平台 一些小视频什么的传也会传在爱奇艺上 更别提什么VIP的 这都不在话下 全都开通了 可是点开视频 一看就可以说是非常失望了 今天有人在网上爆料综艺节目 奇妙的时光正在澳洲录制 在录制的过程中 节目组工作人员与粉丝起了很大争执 并且发生了殴打事件 现场有人打了报警电话 并且叫了急救车前来 澳洲警方迅速出警 急救车也迅速到达了现场 一同来了还有当地的媒体 当时在现场的粉丝愤怒至极 整理了节目组工作人员 对粉丝的恶行 不仅对粉丝恶言相抢 而且还对粉丝动手动脚 从粉丝拍摄的现场殴打视频来看 当时先是一群人殴打一名男子 该男子一直在逃跑 然而却遭到追击继续被围攻 有粉丝留言 趁该男子是粉丝包车的司机 小编看完视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愤怒 那个人做错了什么 要那么死追 这不妨得打人家 不仅打男司机 就连女粉丝也不放过 但是小编觉得这个节目组不仅是最让人愤怒的节目组 还是道歉最快的一个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 节目组官方微博迅速发表道歉声明 声明中趁会积极配合当地警方以及媒体的调查 并会第一时间告诉网友们的处理结果 但是这个声明大多数网友并不买账 纷纷表示 你们的工作人员行为 请别让艺人来买单 这个郭艺人可背不起 小编对此也是无奈不已 好好的一个节目